大家好 陆一辰 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现代网友的情绪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上面发布的产品 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帮大脑加了一年的板 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产品 然后一经发出 所有发布会的弹幕 我都在刷两个字 就这 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 我的匪夷所思 什么叫就这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家对该惊讶的事情不惊讶 对不该惊讶的事情瞎惊讶 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看到一个最新的科技产品 就这 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拿个水瓶 立到另一个人脑袋上 这个太牛 来就来 来了 对啊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 刮死二手车新电商 买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 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 开七天不满意 免费退 假如科目对我这个段子 不满意 那钱也已经花了 这个退不了 包括 狗头这个表情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 就是谁规定的 说了一句话之后 后面加个狗头 就是开玩笑 你还不能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急了 我觉得狗头要是这么好用的话 我要穿越回古代 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 真的干什么都行 你们想想 就宋江 在徐阳楼上喝酒 喝开心了 要写反诗 大笔一挥 有一说一 他日若随凌云志 敢笑皇朝不丈夫 狗头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吓死我了 我还好加狗头了 皇上说你疯了 你疯了 你要干嘛你要造反 没有啊 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 开玩笑的 这么开不清玩笑 大家快看 他急了 他急了 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 来人哪 给我取下他的狗头 宋江说 这就急了 这就急了 你真的 就真的大乌语事件发生 我天 就离谱 我感觉现在我们 现在的我们 在学习和研究 一千年以前的唐诗和诵词 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就很难想象 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 你知道吗 你说你们能想象吗 就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同学们 来我们从书包里拿出 微博文选 翻到这个21世纪语言鉴赏 极美们 通姐妹 通甲 通甲 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朋友们注意 写着这么写 读要怎么读呀 底下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永远的神 不对 那叫永远低神 我继续往后看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真是绝了 关于这个词用法 作者用绝了 形容一个蛋糕 我们猜测一下 作者的意图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 回到文章 我尝了一口 味道螺旋爆炸升天 啊 我死了 同学们 作者真的死了吗 没有啊 夸张手法 夸张 最后重点来了 狗头 都学过啊 有没有哪位同学 拿狗头造句 底下说 老师我有 老师您讲的课 真精彩 狗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文晨 我们今天主题是 谈恋爱 我为了谈个恋爱 自然走太多万路了 你知道 我之前为了想提升自己的形象 还去健身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我突然在想 就算我练到了 有八块腹肌的程度 没有女朋友 我给谁看 对吧 我是无法想象 一个男生 健身是给自己看的 你们能想象吗 一个男生 健身房里面 光光烈烈的八块腹肌 晚上回家对着镜子 我可太好看了 这么好看的东西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呀 不可能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太了解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有八块腹肌 你知道吗 我太了解 我从那以后 别说女朋友了 朋友都找不着 从那以后拍照 撩开衣服拍 喝水 喝半瓶 倒半瓶 去别人那间买水 一瓶水 一块钱是吧 三块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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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超过八块 我就数不出来了 真的 假如说一个男生 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面 发过他腹肌的照片 那他就是没有 真的 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 特别 就是没有那么娇柔 造作的方法 能让别人看到我的腹肌 你知道吗 我想了很久 有一个可行 就是有一天 我在街上 走着走着 突然 衣服化了 然后别人说 吴云辰 原来你有腹肌啊 我说 这真的不正题 真的 我找个女朋友 本来就够难了 在网上那些人 还竟教我学坏 说什么跟女生聊天 聊一阵子 消失两天 我们先不说 这个方法好不好 关键 消失两天简单 两天之后 你如何重启这个话题 你也没教我呀 蜘蛛乌打一花花 哈哈哈哈 前天睡着了 网上是不能信了 真的网上不能信 我就在琢磨 就是女生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就发现 女生喜欢的男生 特点都差不多 幽默风趣 干净大方 怎么女生都只喜欢这一种类型的男生 我们男生可是喜欢各种各样类型的女生 就是 真的 妹妹可爱 姐姐杀我 我不想努力了 就是 神美不要太单一 你知道吗 就是 最善于发现美的物种 就是我们男人 虽然说我们这个神美不单一 但是说实在的 浪漫还挺单一的 我前阵子有个朋友说要求婚 跟我说准备了三个多月 到最后他的呈现方式是 在一个草坪上点了一圈蜡烛 我知道 哎呀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男观众心里想 说这多浪漫 这不很正常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 你听我一句劝啊姐妹们 就是 是这样 在我们直男的世界里面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点蜡烛 后来他俩结婚了 他俩结婚了 我就当了伴郎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隐隐约约总感觉 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 我们几个朋友 你知道吗 好朋友穿着正装 像是过来看他最后一眼 还抱着他哭 是真舍不得呀 我天 这个人就会消失了 没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朋友圈从篮球旅游 变成了三天可见 就剩下一条链接 标题是 我们结婚啦 那个婚戒 就像是指环网里的魔戒 戴上之后 整个人就没了 你知道吗 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抱着自己的孩子 My precious 从那以后也叫不出来了 我从他的好兄弟 好朋友 变成了狐朋狗友 真的 好不容易喊出来一次 我们比他都开心 兴高采烈跑过来说 老婆今天出差了 咱们去上网吧 我说 得楼 你能不能做点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出来 我们去喝酒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就像得了什么婚后PTSD一样 知道吗 就是好久不见 去喝酒吧 喝酒 不能喝酒 不让喝酒 不能喝酒 崩帝 崩帝 更不回来 已经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他说 抽烟 你抽我吧 哎呦 家里不让抽烟 这不是我家 那我回家了 当时我看着他回家的背影 就在想 我说怎么越长大越孤单 合着朋友都结婚去了 不跟你玩了 真的 我相比结婚 我其实 我特别喜欢参加别人的婚礼 我太喜欢当伴郎了 真的 因为当伴郎 不光可以完整地体验 一整场婚礼上的 所有开心和感动 还不用你真的去结婚 这感觉很微妙 就像是 像是参观一座 到监狱 在里面吃了个饭 放了风 交了几个好 homie 等到真正该被关起来的时候 哥们打车回家了 对